两根丝瓜 三个鸡蛋 把鸡蛋打入丸儿的 少加一点料酒去腥 加点温开水 把鸡蛋打散 放在一边备用 丝瓜去皮 丝瓜从中间切开 切得稍微厚一点 煮到碗里备用 您再拍点蒜末 锅里少放一点油 倒入鸡蛋液 把鸡蛋炒熟之后 蒜出来 重新放入油 放入几粒花椒 炸香之后把花椒捞出来 再放入两个干辣椒 放入蒜末 放入蒜末 爆香之后放入丝瓜 中拔鸡蛋 加入胡椒水 淀末 加热粉 加入胡椒水 混合 倒入鸡蛋 加入一勺食盐 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香蓬蓬的四瓜炒鸡蛋就做好了 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试一下 别忘了关注和分享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感谢观看